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 英字螺絲的認識篇 那你是不是常常會聽到說 螺絲會用幾分牙來去稱呼它 有時候會聽到說三分、四分、兩分半 那這一些到底代表什麼呢 其實這些幾分牙是從台語裡面所演變過來的 那所代表的是英字螺絲的規格 你是不是常常都沒有辦法知道說 三分牙到底是什麼樣的尺寸 今天就是以這樣的模式入門來帶大家認識 以及說這些幾分牙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它呢 有一個更快速的方式 我們透過理解我們就不會再忘記它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英字的牙呢 它所代表的這些尺寸 它到底是多大呢 那我們一般會把它換算成公字的 這樣我們比較能理解它的大小是什麼 那如果是以我們台灣的話 我們通常是用mm或是用公分cm 這兩個來代號 我們來才可以大概知道說我們的大小是多大的 那通常一英寸呢 等於25.4 它就是2.54公分 那這邊台語的話就是幾應級 幾應級就是25.4mm 以這樣的形式來知道說原來1英寸是25.4mm 那這邊呢會有幾個尺寸 那這邊大概舉個例子 給大家認識一下 像我們如果看到四分之一呢 那我們就是把1除以4這邊除完之後 再乘以25.4 我們得到的是6.35 所以四分之一這個尺寸呢 它就是6.35mm 那如果你比較習慣看cm的 你就再除以10 像是16分之5 那一樣是5除以16 再乘以25.4 就是7.94 像這樣子 像是8分之3 那我們就把3除以8 再乘以25.4 就是9.52 那這裡呢 就是跟我們的公字呢 有點雷同 這邊四分之一就比較接近m6 16分之5接近m8 8分之3呢 會接近m10 2分之1接近m12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邊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運用這樣的換算呢 來知道說 英字的牙呢 它所代表的 大概是多大的一個尺寸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英字出牙呢 它的標示所代表是什麼含義 那這邊呢我會以 英字的出牙為主 來做示範 像第一項的話 假設是8分之1 那後面一般會有一個 每寸的牙數 dash40 就是它每英寸呢 裡面有多少的牙數 像是4分之1 dash20的話 就是它每英寸呢 有20的牙數 那舉例是 2分之1 dash12 就是每英寸有12的牙數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 會發現說 當我們英字的牙呢 它這個尺寸 越大的時候 每寸的牙數 相對會越少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我們的螺絲的尺寸 越大的時候 它的螺距 pitch就會越大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得知 它的螺距呢 其實 每寸牙數呢 它這邊的代表呢 其實跟螺距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 螺距pitch的話 其實呢 我們在英字 我們要算出它的螺距就是 用25.4 再除以每寸的牙數 假設這裡呢 是四分之一 就是 以20這邊 來去運算 那這邊細節 讓各位去 計算它 那這邊呢 標示的方式呢 是跟公字的不一樣 公字都是直接呈現出來 像 m5x0.8 邏距就是0.8 m8x1.25 邏距就是1.25 那我們在英字這邊呢 就是要做一個換算 主要呢 它後面這個 每寸牙數呢 其實是跟我們 螺絲的螺距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讓各位去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這個章節的重點 就是 當我們看到的是 幾分牙的時候 所代表的是 哪一些 音質尺寸的螺絲 我們要怎麼去對照出來呢 那這邊其實呢 是從台語 演變過來的 那這邊 舉個例子好了 你可能會聽到 人家會說 3分的 4分的 5分的 到底3分4分5分 是代表什麼尺寸 那有時候 你可能是 詢問之後 用記的 硬把它記下來 結果過一陣子之後 還是忘記了 你還是要問人家說 3分的是多少 那這邊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它呢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方式 是更直接的 首先我們在 這個1英寸裡面呢 分成8個等份 其實它就是這樣 把1英寸分成8等份之後呢 就有8分 所以呢 會從1分開始 1分2分3分 一直到7、8 到8分 那這邊呢 我們 裡面中間呢 會有一些 半分的地方 那這邊我們 要怎麼去看它呢 那這邊舉個例子 我們看到的分母呢 我們通通把它變成8 那這邊 一般英字的尺寸 有一些已經是8了 那這邊舉個例子 像8分之1 8分之3 8分之5 8分之7 那這邊所代表的 8分之1 1分 8分之3 3分 所以幾分呢 我們是從8裡面的分子 去看的 所以 像這裡 8分之5 就是5分 8分之7 就是7分 那剩下的有一些尺寸呢 它不是8 它的分母可能是16 可能是32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變成8 像這裡 舉個例子 這裡是4分之1 那4分之1 我們把分母變成8 要怎麼做 就是乘以2嘛 那乘以2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 就會變成 8分之2 8分之2的話 直接一點 它就是人婚 那這邊 假設這裡 有時候會有出不進的 像16分之3 16分之3 你要把分母變成8 你就要除以2 那16除以2是8嘛 那原本16分之3 你3除以2 就變1.5 那這邊怎麼辦 那它的表示就是 1分母 就是這樣的意思 像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16分之5 2分母 所以你如果聽到人家說 2分母 那到底它尺寸是多少 就是5分之5 用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 更直接的清楚知道說 原來幾分的牙 所代表的是 什麼音質的尺寸 那像我們 這邊呢 一應級的呢 就等於8分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就是 1英寸裡面 分成8等分 然後 把分母變成8 我們來看分子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那這裡 比較特殊的是 像第二個 32分之5 它是1分2離 2離5 那這邊是因為 算出來之後呢 小數點是這樣 那其實呢 5離 就是半分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邊比較特殊 是比較少見的 那 最主要呢 我們就是 以這樣的一個 規則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幾分牙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接下來呢 是購買虛資 那當我們知道幾分牙 等於多少音質的尺寸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們可能去買螺絲的時候 你可能 問 五金行 他可能說 啊 你要幾分呢 那你就可能認住了 我怎麼知道呢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已經有學會鋼的章節 你就知道說 啊 我是要幾分的 那我們就可以 運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知道說 我們需要的 音質的尺寸是多少 那其實 在台灣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幾個尺寸 像是 四分之一 十六分之五 八分之三 這三個是比較常見的 我們一般呢 在 五金的百貨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通常螺絲都是賣音質尺寸的 是 蠻少是用公製的 如果你想買公製的牙 像M5 M6 M8這類的 可能要去一些比較特殊的五金行 或者是 比較特殊連鎖的 可能才會有 那我們一般找到的 五金的 生活百貨的 一般我們賣的 螺絲呢 都是音質的 那以這三個呢 是最常見的 那其他像 另外兩種呢 也許會用到 但是用到的 場合也不多 那像 十六分之九 其實我們 是蠻常用到 可能你不知道而已 十六分之九 其實就是運用在 我們的腳踏車上面 像是腳踏車的踏板 驅柄 它就是用十六分之九 而且呢 一邊是左牙 一邊是右牙 也是用這種方式的 那像二分之一 八分之三呢 這類的比較常會用在 移動輪類的 或是 腳踏類的 我們比較常會看到 那像其他的螺絲呢 規格就很常見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 運用我們所了解的 幾分牙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用 幾分牙來做一個溝通 以及說我們前面有 理解到說 音質的這些尺寸呢 如果我們要換算成 公式的尺寸 這樣因為我們公式的話 比較知道 它的大小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呢 來計算 知道說 我們到底要什麼尺寸 以及說 我們知道了這個 尺寸之後 有時候我們螺絲呢 它其實就是 已經有標註說 我要八分之三的 那有時候你可能去呢 你說你要買八分之三 也許是 找不到這個規格 然後你可能說 我要三分的 也許就找得到了 我們透過幾種方式呢 來做一些溝通 我們就可以 更容易的買到我們 音質牙囉 那這邊讓各位參考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音質螺絲的認識篇 那這邊最主要就是 來介紹一下 我們剛入門 學習音質螺絲的時候 一定是會比較不熟悉的 因為我們不熟悉這樣的模式 可能會不知道說 那幾分牙到底所代表的是 多大的音質的尺寸 以及說 它一般都是 分母分子 假設是八分之三 那到底是多大呢 那我們透過前面幾個章節來學習 假設是八分之三的話 就是 3除以8再乘以25.4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是9.5左右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道 以及說 八分之三就是三分牙 好 那我們透過幾分牙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常 在業界的時候 在溝通的時候呢 會用幾分的 幾分的 三分的四分的 兩分半的 那這樣子呢 我們如果已經學會了這種 理解的方式呢 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幾分牙呢 所代表的是哪一些 音質螺絲的尺寸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能夠加速我們理解 以及溝通的順暢 好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 1957 2 2 2 4 5 5 4